这是我们今天的旅程了 跟天文天宝一起活动 然后呢这次呢是活动地点是叫知山里 是天津季县的一个独家小镇吧 我们今天去呢主要是市城市下这个宝马插新插五 国产插五的一个实际上活动 然后呢还有穿插的其他的一些互动 基本就这情况 然后我发现这一块的七个车不全都是宝马 因为有个宝马的用户和宝马潜在客户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宝马忠实客户 感觉这个宝马车会这帮人素质还是挺高的 有一个细节 之前呢这七辆车加上投车尾车用九辆 排队整晚前走 然后呢过了下了季线吧高速口 大伙等了一下 这等完以后车都出来了 然后投车一说大家开始出发 二次出发咱奔那个爬山的方向 这时候呢 刚才123456789是怎么排的 大家又自动的123456789还是怎么排还是怎么走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现在毕竟是疫情期间的一个跑马X5的活动 然后呢我们到这以后第一件事是今天全市大筛 今天天天是全市大筛 然后正好基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先去那个季县的核酸点去做核酸去 那也是一个点了 哎 季县这个不摆了 还用季县那个村里的核酸检测点去做核酸去 上季县里就这么一个第一个景点是吧 核酸景点 这就是一辆工作车 已经到达季县的城山里了 现在我们开始去活动的会议地点 你瞧瞧 网球场 小桥 小河 河里刚才看有小鸭子 然后一帮一家三口一家一家五口的 在这天幕下玩 多开心啊 真他妈幸福啊 这次跑马这个活动 区域挺多的活动的区域 这个茶叶区 这个茶叶区 还有个手冲咖啡 专门有手冲咖啡的咖啡室 这儿还有一个森林体验区 在这儿露营体验是吧 这一块 这一块 哇 我全的 哇 行好了 吃了新歌 现在我们 在这儿露营体验区 现在我们正好也出来,出来去车里拿一下东西 我们是第二拨驶驶驶驶 正好给大家看一看这次来的车我们都开什么车 这肯定是田宝的3C Z20T 低功率 这是X6的,X6-40 这是我的,后边的霸气的,稳当的一批的 2.8上一代 47,4.5 这一只车我就不愿意说了 太入流了 虽然是马看S吧,但是保日觉也不带玩 运动版40的 这还是,哎,这是一个运动版的 看见宝马的经理了 跟他打个招呼 哎,经理 现在开始第二场次的试驾了 我跟媳妇一辆车 一车三个人 这就是后座椅不能加热呢 后排座椅加热怎么不知道 反正前排的话这个车是有通过五分 但我们店里面这个设驾车30就没有了 那我试了一下这个车 然后区间厕所 这个实驾车呢 是X5SG40RI的 这个车最大功率245千瓦 最大扭矩450牛米 这个X5刚才我试了一下的那山路 底盘挑选 嗯,非常舒适 在刚才经过一些坑洼路段的时候 能很大的过滤了一些震感吧 嗯,刚才就看他的显示盘 它显示盘的非常激情 是两个双12.3英寸的一个仪表盘 和一个直直触控的大屏 这是后排的距离 我也甭举,甭比喻圈了 得俩半 对象有车辆吗? 一会咱在观点场等于是停一下是吧 对,停一下 准备右管啊 先速记得 一出隧道口就准备右管 这俩车能停出来 你到达木地地 这是40的车 40的车呢 它那个轮胎是21寸的轮胎 是275后边315 然后最有特色一点的 这好这个叶子板这有一个造型 但是这个造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 貌似一个通风口 其实不是 真正通风口呢 是在里边内侧 在这个位置 这道有一个通风口 可以作为那个降温的什么的使用 是高配的40流 然后金马达灯 然后这是刚才说的那个进气孔这块 然后前面这个机座呢 就是那个自动驾驶 坚持路况使用的 这无非就是360度那个天井摄像头 整体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演示一下自动驾车 哈哈再伸一下再伸一下 好 好 再揉揉 应该照阿中的手 照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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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美 完美 我们现在回去了 我们负责把这钥匙给主办方 哎呦这俩小鬼 小姐姐 刚刚那过了俩小姐姐的 小鬼姐 小鬼姐 活动结束了 现在我和媳妇 踏上回程的道路 跟来的一样 走经济高速 然后回家 我们上经济高速了 再有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多小时吧 差不多就能回家了 走 加速给油 一个小时20分钟吧 应该不到20分钟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滚大路了 多快 这次活动 效力真高 还多饶了我们一个核酸检测 这村里核酸检测的情况 村里核酸检测 排队还从山上往山下排 还在这边坡 美好的一天 以一顿美味结束 面子这个 哦 都将荣率 也许压了